第二次 既然极乐众生和阿弥陀佛都一模一样 为何在观景里 世尊对观音世智法相的描述又和弥陀不同 佛的跟我们介绍的不同 古代的时候 这些图画里画点也不同 这个不同 要知道 是随胜我们世俗制作的 没有到极乐世界 如果到极乐世界 那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地方众生会感到很惊讶 那都是一样的 哪个是阿弥陀佛了 哪是观音菩萨了 哪个是刚刚往生的人啊 他确实是一样的 这个是四十八院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 确实是一样的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 心平等呢 相貌就平等了 没有一样不平等 那怎么分呢 不需要你去打这些妄想 你只一见到自自然然就认识 一个都不会差错 那是灵性的感应 不会有丝毫差别 不会有丝毫错误 所以我们一般做这些极乐世界变相图 都是用我们这边的人画 你看出生 往生的时候 这画得很小 坐在莲花里面 也有出家的 也有在家的 他都是这样的画法 这个是 是为我们苏婆世界众生着想的 到极乐世界不是这个样子 极乐世界 真正极乐世界 是我们这边的画家画不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的意识性 没有办法知道真如本性里面的 这些实相 真实相 你想描绘它了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经常常讲 一语道断 心形触灭 你怎么画法 所以这些真相不能不知道 我 creNAF 还有一点 为什么 如果原本已经遇到 我们不会表現 好